清朝的和珅在乾隆执政期间可谓是风头正井,在清朝的整个政治组成中,和珅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在清朝的权力机构中,内阁大学士统领天下文人,可以说天下读书人都应尊称其为先生,和珅就曾任职过。 军机大臣手握清朝绝大多数的军队,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和珅任职过,御前大臣统侠内庭中一应事务,服侍于皇帝身旁,和珅任职过,内务府总管,皇帝的小金库,掌管皇帝的所有花销,和珅也任职过,可以说清朝权力最大,和皇帝关系最近的几个职位,除了太监总管以外,和珅都干过,而且干得还特别好,也正是因为如此,让和珅的势力无比庞大。 那么,在朝廷之中,有什么人敢和和珅公然叫板呢?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说起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刘雍、纪晓兰这两个人,毕竟在这些年来的影视作品中,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多次的演绎,让很多观众朋友认为,电视剧中演的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情,事实上并非如此。 刘雍和纪晓兰,无论是官职等级,还是和皇帝的亲书,都远远比不上和珅。 这两个人,根本没有办法与和珅进行正面的较量,远没有电视剧上演的那么风光。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刘雍,很多人说刘雍是三千岁,太后的干儿子,乾隆的干哥哥,身份要比和珅高上很多,所以,和珅不敢顶撞刘雍。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刘雍的父亲没有傻到会,斩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示清白。 而太后也不会这么好心地收一个大臣的儿子为干儿子,只为了保这个孩子一命。 刘雍也并非是个锣锅,反而身材特别地高大,刘雍的尸骨在近代曾被人发觉。 根据尸骨推断,刘雍的身高应当在一米九左右,体型非常的高大,而且脑袋要比常人大得多,古代挑选官员,讲究深言书判,意思是你要长得好看,口齿伶俐,写一首好字,还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正是因为这些要求。 足以证明刘雍不是一个长相有残缺的人,而且刘雍为官多年,官场上的事故圆滑也拿捏得不差半分,毕竟刘雍并非截然一身。 他的家族曾先后出了十多位近视,二十多位举人,当官的有三十多个。 足系庞大的刘雍不可能跟和珅直接正面应对,刘雍根本没有办法与和珅相对抗,最多是不满和珅的做法,对其置之不理而已。 而说起纪晓兰,更是电视剧的一大误导。 就刚才说的《深言书判》,纪晓兰就相差甚远了,历史上的纪晓兰哪有张国立老师那么帅气,也没有什么铁齿铜牙, 真实的纪晓兰有三大特点,帽秦,短视,口吃。 就是长得丑,高度近视,说话结巴,不过这些特点也没有现代人所传的那般不堪。 所谓的帽秦虽说是长得丑,那你得看跟什么人比了,小编跟普通人比长得帅得不行,但是要跟吴彦祖比就半斤八两,平平无奇了,因为乾隆这个人是个严控。 朝中但凡是职位比较高的人,都是乾隆一手提把上来的,为什么?因为长得好看啊,前面花花站一排帅哥,开会的时候就没那么闹心了,所以要说纪晓兰丑,也得看跟什么人比。 纪晓兰虽然是帽秦,但是最多也就是长得不好看,不至于用奇丑无比来形容,另外纪晓兰的口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肯定不是那种酸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结巴,毕竟那样的,别说乾隆不愿意,当时作为主考官的刘庸他爹也不敢随便录用啊。 见识对于古代文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几乎大部分的文人都会有。 只不过纪晓兰要严重一些,后面乾隆也给他了一副眼镜,最起码从此之后,不再眯着眼看人了。 纪晓兰这个人虽然也当过很多部门的大官,但都没什么实权,比如说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官级看起来怪高,但是却没有什么权利,谁都指使不动。 而且,乾隆对纪晓兰的态度并非是赏识和宠爱,乾隆自己也说过,就是把纪晓兰当作畅忧来看待的。 纪晓兰没有实力与和珅正面对抗,也不会与和珅进行对抗,因为纪晓兰和和珅的关系非常好,当年纪晓兰在修书的时候,是在和珅手下工作。 纪晓兰烟瘾比较大,几乎是烟杆不离手,这样一手拿着笔,一手拿着烟杆,天热了,汗水哗哗地往下掉,和珅就站在纪晓兰身边给他扇扇子, 在乾隆朝的后起,和珅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掌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还成为了军机大臣,主管军事,然而,在他的背后,却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对手,满洲贵族出身的阿贵,阿贵家是显赫。 他的父亲阿克敦曾经是康雍前三朝的老臣,官职协伴大学士,左都御史,而阿贵的官职则远远超过了父亲,他不仅是文臣,更是一位出色的武将。 在乾隆的十拳武功中,阿贵可谓是第一功臣,他先后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新疆叛乱,台湾叛乱,回民叛乱,和库尔喀叛乱,还参与了讨伐缅甸的战争,凭借这些赫赫战功。 阿贵被乾隆加封为一等成谋英勇功,这是清朝极为罕见的四字公爵封号,相比之下,和珅虽然也是乾隆的宠臣,但他只擅长处理政务,并不精通军事。 因此,在乾隆心目中,阿贵的地位要高于和珅,每当早朝时,阿贵都故意与和珅保持距离,表现出对和珅的不屑一顾。 然而,由于阿贵的地位非常高,和珅也只能忍气吞声,事实上,只要阿贵在世,和珅的权力就难以超越他,直到阿贵去世后,乾隆才将首席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的重任交给了和珅。 阿贵之所以能够在乾隆朝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的出色军事才能外,还与他的家族背景有关,作为满洲贵族,阿贵的家族在清朝历史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的父亲阿克敦就是康雍前三朝的老臣,在朝廷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这种家族背景,使得阿贵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而和珅虽然也是满洲贵族出身,但他的家族地位远不如阿贵,和珅的家族在满洲贵族中已经是衰落的一致。 他本人也是从一个仪仗侍卫做起,靠着巧舌如簧和对乾隆的阿谀奉承才逐步攀升。 这种差距,注定了和珅在乾隆心目中永远无法超越阿贵,即便是在阿贵去世后,和珅也一直对他保持着敬畏之心。 在朝堂上,和珅从未敢真正与阿贵对抗,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谐,这种隐忍,也成为了和珅能够在乾隆朝一直保持权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满洲贵族阿贵,和珅还面临着另一个对手的威胁,出身贫寒的汉陈士族王杰,王杰自小就好学不倦,后来不仅考中了状元,还深受乾隆的赏识和器重,乾隆甚至亲自任命他为上书房总师傅,负责教导当时的和珅, 皇子嘉庆读书,作为一个正直刚烈的人,王杰从不畏惧权贵,他经常当面嘲讽和珅,让后者在公开场合下不来台。 有一次,和珅想讨好王杰,便说,状元郎的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手细腻光滑,真好,王杰却直接回怼道,我这破手又不会捞钱有什么好的,这种公开的羞辱,也让和珅感到无地自容。 然而,由于王杰为人正直,而且深受乾隆的信任,和珅根本无法对他加以打击暴富,相反,王杰的仕途一帆风顺,最终官拜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礼部尚书等重要职务,王杰之所以能够在乾隆朝如此嚣张,除了他本人的正直品格外,还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汉陈氏族,王杰从小就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才能一步步攀登到权力的巅峰,这种自力更生的经历,使得他对于那些依靠权势和阿谀奉承获得地位的人,如和珅,产生了深深的鄙视,而和珅作为一个满洲贵族出身,虽然也曾经历过贫寒,但最终还是依靠了乾隆的宠信 才获得了权力,这种差异,使得王杰对和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在王杰看来,和珅不过是一个靠着阿谀奉承才得势的小人,根本配不上自己这样的正直之士,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王杰才敢于公开嘲讽和珅,并且毫不畏惧他的报复,在乾隆的眷顾下,王杰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和珅进行羞辱,这无疑是对后者最大的打击 可以说,王杰的存在,成为了和珅最大的心理阴影,即便在权力的巅峰期,和珅也不敢真正与王杰为敌 只能忍气吞声,任由对方肆意羞辱,这种隐忍,也成为了和珅能够在乾隆朝一直保持权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去世后,嘉庆继位成为新的皇帝,早在嘉庆还是皇子的时候,他就受到了王杰和朱归等人的影响 对和珅这种贪婪成性的权臣恨之入骨,一旦登基,嘉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清算和珅的罪行 嘉庆不仅公布了和珅二十条大罪,更是派遣王杰和刘雍会同乾隆第十一子澄亲王永兴一同调查和审判和珅 嘉庆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地清算和珅,除了自身对他的仇恨外,还与乾隆的疑讯有关 乾隆临终前曾经嘱咐嘉庆,要好好管理国家,不要让和珅这样的贪官肆意妄为 而嘉庆作为乾隆的亲传弟子,自然会遵从这一遗嘱,对和珅进行彻底的清算 同时,嘉庆也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清除和珅这个大患,必将影响到他的统治 毕竟,和珅在乾隆朝已经积累了太多的权力和财富 如果任其存在,必将成为嘉庆新政的绊脚石 因此,嘉庆不得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彻底铲除和珅的势力 在这个过程中,王杰和刘庸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作为乾隆朝的重臣,他们对和珅的罪行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深受嘉庆的信任 因此,当嘉庆决定清算和珅时,他们自然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在王杰的主导下,和珅的所有罪行都一一浮出水面,最终被判处死刑 这不仅彻底结束了和珅在朝廷的统治,也为嘉庆的新政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王杰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成为了和珅最终覆灭的重要推手 权力的游戏从来都是一场残酷的较量 和珅虽然一度权倾朝野 但他的对手却来自各个阶层 无论是满洲贵族阿贵,还是汉陈氏族王杰 他们都敢于公开挑战和珅的权威,成为了后者最大的威胁 最终,在新任皇帝嘉庆的清算下 和珅遭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场权力游戏的结局 仅是我们权力的滥用,必将导致覆灭 只有秉持正义和道德 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和历史的尊重 阿贵和王杰的故事 无疑是这一教训的最好助角 他们敢于公开挑战和珅 最终也成为了和珅覆灭的重要推手 这充分说明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